看一下這個林耕偉的問題 林耕偉就說他的腸是甚麼白 為甚麼一直炒大白 這個腸炒大白 當然是有很多這個 這個狀況 就是說我們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有時候很多這些問題在 有時候是這樣 就是說 根蠻 這個有時候是我們很多人 比較容易把他忽略掉的一部分 就是說 因為他如果是外口肥仔 外口肥仔的時候 你如果是一直都沾沾不沾 都只是外口肥仔 直接吃一瓶 一瓶這個炒大白 直接吃一瓶 這個腸炒大白 你把他靠一步去看 這個 可能這個對根蠻的 要怎麼去看 因為那筋看得到 你如果是 把他靠起來的時候 他如果是 金蠻 他的通常沒什麼筋 還是因為蓋著筋就叫他吃掉了 所以他沒什麼筋 沒什麼筋 他現在那些那些地方的 稍微 他會去祭職在那邊 所以這一般來說 就是你要去做一個好的 一種 我們簡單說就是說 管理上要做好事 什麼叫什麼叫做管理上要做好事 就是說要搭一搭 要留好棒就搭一搭 例如說你有一天白天是搭的 那時間稍後你要搭比較多 這效果很好 比你的轉移比做好 當然如果在擭 有時候要搭就不搭 不是我們不需要搭ケー 真的不搭 因為土的關係有可能是連接 流口的關係 所以有時候會不會放不開 放不開的時候要怎樣 放不開的時候 可能就要出手了 就是用一些油 用一些油來做處理 因為這種發電的速度很快 時間上 如果消化之後他就走上去 所以水分是最重 他就走得很快 所以我們是說可以讓他放比較乾 用說一天 就是說走熱 用來乾麻災 到麻災過度過 我們喝水 這樣有差不多有 十幾點鐘的一個乾 比較乾的一個環境 這樣起來 他就大概 他的今晚就沒辦法生中 當然他沒辦法生中 他的層蠻的事 幼蠻的事 所以我們現在還喝水 是不是過一、過、沒多久 再等他再渡一點 他那個幼蠻圈 甚至又起來 所以我們還要一段時間 跟將它蓋好 這樣就更乾 那你的修圈 減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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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的危害 減少減少 因為有個案勢 要看判斷是否有一個運動的症狀 我們要去看 第一是說 效果是否有一個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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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是新效 出來的心 很像缺階的情形 這個紐區 這個頑固 不正常 那個釋水 出來的釋水 不會很清水 大概這兩個點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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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年 什麼時候 最嚴重 就是 差不多 梅雨季節 春雨綿綿 一直到梅雨季節 這段時間 那時候都不搭 都不搭 他就很嚴重 他就很嚴重 再來就是 吃過到夠了 那時候 浪費 浪費 不搭 這種也很嚴重 再來就 像 冬雨季節 那時候 好像 比較慢一點 他就都會搭 尤其像 如果是 很搭 這幾個 水分可以控制好 這通常 是沒有什麼 很好的 這個效果 我簡單說 他也沒有什麼 緊緣 自己就沒有什麼 可以發生 所以這個問題是在這裡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說 要去判斷 有時候 看到在判斷 看那個奇怪 做刀 這金元還有一個特性 他會做刀 一連 你看 站在看 剛才那個刀 一隻 這樣圓圓 這樣 這個刀比較嚴重 其他還好 這個 你如果像 其他的平衡 他比較不太明顯 比較不會說 有一個做刀 這種情 你如果像這個 這個 就很明顯 金元你就看到 他很明顯 有一個做大做大這種情形 所以這給你了解一下 這個大概 我們剛才對的 這個情形 所以 一定要先來做 這個 一定要在水分的官吏 這個 用油當然有好 但是 我們在營的這個油裡面 這個都是一個 輔助性質 就是說 我們一定就是靠我們的 這個官吏 靠我們的官吏 去幫他做一個 這個處理 啊 目前來說 在我們在營的一個油 大概我們蔥子 蔥子在營的這個 比如說 這種金元的油大概就是 補肥胸 這個有機靈體裡面 不飛鬆 你可以去比較一下 因為這個 他要用在在營的時候 這個 鄉民也 可以去營 因為這營四枚也是 可以用補肥胸 對吧 這營四枚我們本來 甚至水分就用得比較濃 水分就用比較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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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性率 其實就是 現在這個 這邊是在用這個金元 性率 因為漸肥胸也是種這種油 所以你這個 倍速 就不用加重 有的人就說 這個油要稍微 沒有解決 沒有解決 可以用更重 其實這個 正常來說 如果是種漸肥胸 差不多是八百倍 如果是我們在用金元 因為我們要 我們要 沾很多水 所以我們通常是 沒有用到八百倍 我們要用一千倍 所以你就變成一千倍 來用就好了 一千倍 這個漸肥胸 一定要沾到 因為他都在土壁 你在那裡 所以你一定要在 那個地方 稍微幫他沾一下 所以通常就是說 沾過 沾過之後 我們可以 去幫他 幫他搭 他沾他就好 要來這個漸肥胸 在長牆起來 這個速度就很快 因為他的筋 如果不叫切 他在回復的速度 就是快 你如果有筋 或是切 你要用什麼好料 用什麼吃 都吃不太多 這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就先處理一下 這應該是 沒有什麼問題 這在這裡 讓我們 我們就位好朋友 可以了解 這個大概 我們在處理的一個 過程 是這樣的一個 做法